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介绍标准差跟标准物 同学的话呢 对于这个标准差跟这个标准物 是在资料的描述上面常用的字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可是啊 很多的人把它的标准差 标准物都混为一谈 其实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意思 标准差 我们用的符号是standard deviation 最重要的是deviation 它是在描述的是资料的分散的程度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标准物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这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用的是se arrow 这个的话呢 是说我们是在抽样的情况之下 借着手上的这个样本资料 对于这个母体的平均值啊 去做估计的时候 这个估计的误差程度的表示方法就叫做标准物 所以啊 这个标准差跟这个标准物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意思 那么我们解释说 平均这个平均值的这个标准物的话呢 是借我们手上的这个样本 对母群体的平均值做估计 这个就是常常的话呢 在抽样分配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 那在这个研究者的话呢 常常的话呢 会是列出了这个平均值之后 到底是附上了标准差还是标准物 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困惑 其实这两个之间啊 传递的不同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要知道的是 很重要的就是 这两者之间的话呢 有不一样的关系啊 就是说 标准差 Sigma 这个的话呢 标准物 我们在 抽样分配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除上什么 除上一个 跟母体的这个抽样的样本数 有关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物 是跟这个有关 标准差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样本数 如果越大 那么我们的标准物 就会越小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估计什么呢 估计母体平均数的时候啊 那个信赖区间 用到的都是标准物 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样本数啊 越大 那么我们的信赖区间 将会缩 缩小一点 信赖区间缩小的话呢 代表的是我们 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是比较有把握 那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 这个课程的这个最后的话呢 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了一些 就是补充 然后再做一些比较 这个母体的部分 这个母体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母体 跟样本 母体的时候 我们的平均数 都是用一个字叫做mu 来取代 用mu来表示 大N代表的是母体的总数 这就是我们的母体平均数 那么样本平均数 我们习惯的用X bar 那么它的算法的话呢 一样 这个N是由我们自己定的 要定多少 N当然会小于大N 这小N啊 那小N是小于大N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小N个 那么重点在这边 这是母体的标准差 母体的标准差是除以大N 所以它这个里面 这是跟mu比较的距离的平方的总和 再除以N 这就是代表的是平均的离差 每一笔资料跟它的mu之间的离差 然后我们最后再开一个平方根 那么样本的标准差 SD SD的话呢 D就是deviation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N-E 跟上面有点不一样 重点是这个N-E 我们为什么要用S呢 要用N-E呢 就是因为这个S 是Sigma的不偏估计量 我们要用N-E 才会产生不偏估计量 如果的话呢 用N 那就会有偏物 再过来 我们最后我们介绍的是 Error Error的话呢 是标准物 用SE来表示 重点是这个在平常来说 我们不会有 只有在估计的时候 在抽样分配的情况之下 有N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标准物的话呢 就会除以一个根号N 它不是固定的 随着我们的数字字 就是我们抽样的 样本数的变化 它会也有所改变 那么我们出以一个根号N 这个是抽样分配的 这个标准差 那我们也就是所谓的标准物 这个地方来说 记得抽样分配的标准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做标准物 比不平常来看 那我们开始 这个部位 我们开始 我们有什么 那么 述 现在 �발 谢谢大家